台灣媒體還有救嗎? 我們看到記者為了採訪高雄市市長 一家同業拐子 看到記者拿溫度計插入雪中 然後縮水有20公分身 看到記者拿麥克風溫彈尖的女孩 你有沒有盡視 看到新山色報導大行其道 哈囉我是公視P-SHOP新聞實驗系的君主 今天要來聊聊在台灣人人喊打的社會亂源 媒體 到底台灣媒體是在爛幾點呢? 一個社會可以怎麼樣讓媒體崩壞到如此不可思議的境界呢? 那我們開始囉 現在流行拼經濟發達財 但你知道媒體是怎麼拼經濟怎麼養自己的嗎? 很簡單其實就是廣告 新聞媒體努力做報導給讀者 讀者花一點小錢買報紙 在看報的過程中也會不小心看到廣告 廣告主透過媒體得到你的注意力之後 他會繼續付錢給媒體來刊登廣告 媒體再利用這些錢持續的撰寫報導 媒體要生存就要有足夠的廣告收入 廣告收入要多就要有足夠的讀者 假設小baby也會看新聞的話 台灣就有2300萬雙眼睛 每一個人的注意力就這麼多 但是有多少人在搶我們的注意力呢? 每天在新聞時段都至少16個頻道在播新聞 這其中還有12個是24小時的新聞台 可是我們台灣就一個小帥哥 有多少新聞可以播24小時啊? 美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70倍大 他們的電視新聞有17家 也不過比台灣的16家都一家而已 16家電視台搶台灣就這麼多人的注意力 16家電視台搶著爆台灣這座島上就這麼多的事情 怎麼不會惡心競爭呢? 這個是台灣媒體的老毛病了啦 老病還沒好 10年前又爆發了全球性的媒體疫情 衝擊全世界的新聞產業 這波疫情呢叫做 新科技 在網際網路社群媒體發明以後 要製作內容要成立媒體是前所未有的容易 隨便一個素人都可以在YouTube上做影片 播新聞 哪滴賽 各路網紅也可以在IG上發自拍 在Facebook上發自己的美食 節目越來越多元了 資訊爆炸了 但是人們的注意力並沒有跟著一起爆炸 我們一天還是只有24小時 台灣還是只有2300萬雙眼睛 對許多人而言 嗯 你們新聞媒體討論社會議題好像有點太嚴肅了 終究比不過YouTuber那些整人節目啊 比不過Netflix 比不過抖音 我們一起學麻將 一起喵喵喵喵喵 就一讀者走掉了 不再看新聞了 網路時代沒有人花錢買報紙雜誌了 沒有人看報紙上的廣告 廣告主也走掉了 媒體沒有的廣告收益 最後犧牲的就是新聞品質 過去幾年台灣的廣告市場大扁越做越大 但成長都是灰色部分 也就是網路廣告 傳統媒體的廣告呢 藍色這裡反而每況愈下 持續的向後退縮 新年來傳統媒體就171台幣的廣告 不是跑到網路上就是被Google 被Facebook這類科技公司吃掉 這幾乎等於有線電是一整年的廣告量耶 臉書這類科技公司他們創造了全新的商業模式 他們讓用戶當免費的勞工 自己打卡去那裡玩 吃了什麼 臉書就可以廣告賺飽飽 反觀傳統媒體要派記者去跑新聞 廣告還要被臉書吃掉 真的可以說是夕陽產業風中殘除了 為了拼回這170億 傳統媒體需要開源 要截流 但到底開了什麼又截了什麼呢 第一開 聳動標題 聳動標題才有高流量 流量高才有廣告 第二開就是賣新聞 去年選舉期間網紅呱吉 台北市市議員候選人邱薇傑 他會接到中天新聞的來電 邀請呱吉呢 向中天購買自己上節目 或是被報導的機會 如果我想做個新聞專輯的話 大概多少錢 新聞專輯的話 我們現在是十幾萬 新聞可以用賣禮件是業界公開的秘密 你知道嗎 上一次總統大選 某微信電視台推出了競選廣告銷售方案 甚至還有優惠組合 那這個價格數據是舊的了 我們來看一下去年選舉期間 電視台幫你做成60-90秒的新聞 在晚間新聞時段首播 其他時段重播三次 上傳YouTube還有媒體官網還有App 再透過Facebook粉絲團發送給你 整套方案加起來是25萬元 廣告可以賣這當然沒有問題 但包裝成新聞的廣告這不就是欺騙觀眾嗎 剛剛說開圓現在說節流 最被截掉了就是記者勞倫待遇 我後面這些電視台記者每天上1下2 上午要交一條新聞 下午要交兩條 平面媒體也蠻慘的 Now News的記者每天要發8條新聞 一天上半時間也不過就8個小時 每篇文章要選題 要研究 要約訪 要採訪 要查證 還要自己搭車道通往在郊區的辦公室寫稿 幹 熱死了 甚至有的記者要替剪片座椅 有這麼多事情怎麼可能在一個小時內做完 這就是為什麼有的記者要去超爆料公室 或是行車紀錄器來評議行事了 我們來玩一個角色辦理遊戲喔 記者其實很小 那你告訴自己沒有關係不要緊 我有情操 我有社會情懷 我想做對這個社會有意義的事情 做的時候呢 社會對你績笑 小時不讀書 常大當記者 你很勇敢 你拚下去了 你絞盡腦汁把元素的過去說得精彩 說得好看 來喚起讀者對這個議題的一點點關心 最後卻驚訝地發現 啊 這樣認真的報導流量 竟然不抵一篇行車紀錄器 才發現 原來台灣社會幾乎沒有優質報導容身之處 作為記者 你留得下來嗎 其實我們的社會一栽 讓記者質疑 自己做優質報導是不是真的有價值 去年華盛新聞大改版 全面淘汰的青山色跟行車紀錄器新聞 多了許多嚴肅議題跟國際新聞 收視率卻慘不忍睹你知道嗎 逼得主播青上火線 在粉絲頁上懇求觀眾 你們在網路上嚷嚷想看的好新聞 我們都在做 但也正在重挫收視率 重挫團隊時期 我們團隊始終迷惘 自己是不是做錯了 期盼觀眾也能給我們多一點鼓勵 有想過嗎 我們總是在罵媒體爛 但如果播青山色 會跟播國際新聞一樣 讓收視率慘跌 商業媒體絕對也給我們尬 他們絕對不敢播的 去年流星大學做了調查 台灣觀眾第二到第六場使用的媒體 根本沒有進可信度排名的前段版 也就是說 我們都在看連自己都覺得不可信的媒體 而台灣人認為最可信的 公視、天下雜誌、商業週刊 這些媒體的使用頻率 卻都在第十名之外 我們似乎非常心口不一 我們一邊愛罵媒體爛 一邊卻很愛看 但怎麼看 就是看不到自己與餓的距離 怎麼看就是看不到 當我們在點開爛新聞的那個當下 我們就已經和我們所要求的新聞標準 背道而馳了 最後一個媒體變音 我們要知道 經營電視台是非常燒錢的 一台SNG車要2000瓦 還有好幾顆衛星 好多大碗工需要維修或保養 一電視的老闆就曾經形容 他每天開門營業 等於是把一輛兵食車推進來裡面 電視台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 經營電視台高門檻 把很多有理想 但是卻口袋空空的人擋在門外 最後掌握媒體的人 往往不是最有情懷 最有良心的文人或是知識分子 而是資本家或是大財團 這些商人搶著買媒體 但許多人打從一開始就不需要來為弱勢發聲 打從一開始就不需要來監督政府施政 也不需要來全部實施真相 更不需要來促進社會對話 每次說到完成左邊這些神聖使命 媒體老闆就會說 抱歉我只是私人企業 他們因為違背新聞到底被裁罰的時候 私人企業會說 我是社會公器喔 你不可以侵犯新聞自由喔 你發現了嗎 他們只要神聖的特權 但不要神聖的義務 但是他們要的特權是什麼啊 買媒體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啊 而且這跟我剛剛講得好矛盾 我們不是說媒體是信仰產業嗎 怎麼會說資本家要搶著買媒體呢 他們是吃飽太撐賢錢太多是不是 下一集明天我們要速成 爛媒體最怕你學會的媒體素養 我們會說明為什麼財團總是望著媒體摟口水 恨不得把媒體買下來 還會整理優質媒體白名單給大家 雖然媒體都被財團當成私器 但是永遠別忘了 你其實也用了一間媒體 這間媒體叫做公共電視 它不是政黨的 不是商人的 是台灣所有人共有的 它是英國的BBC 它是日本的NHK 它沒有廣告 沒有收出的壓力 它只有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 優質新聞不看嗎